縣長黃建廷會同了建設處處長副處長以及各科科長以及相關人員 在14號下午至北南國小以及寶桑國中 巡視有關通學步道的整修進度 縣長表示通學步道的整修也是為了讓學生在行走時更加安全 今天來視察這個通學步道的工程 特別看到寶桑國中這一部分 因為整個設計規劃讓原來的校園的圍牆內縮 把空間讓出來讓學童上學的時候來使用 讓環境透過這個比較穿透式的設計 讓整個校園的環境跟社區也更能夠結合 那麼學童的安全性也提升整個景觀也都改善了 因為原先校園的圍牆緊鄰著大馬路 根本沒有步道而言 也造成了人車真道的情況相當危險 而這一次校園步道的整建也是一個開始 以後會有點線面擴展來針對市區的道路整修 讓行人在走路的時候更加的安全 以上新聞東太宣布放在林如立成的採訪報導